抓緊 可愛的狗狗乖乖的接受植入晶片 這是台東縣政府 為了防堵狂犬病疫情 從9月1號開始 實施了犬隻免費植入晶片 希望透過寵物登記的制度 能夠有效掌握犬隻飼養的數量 好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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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現在就是第二階段的部分 就是從9月1號開始 我們除了發警牌以外 另外還有就是實施晶片注射 晶片注射就是希望市主 以後也能夠加強管理他所飼養的錢貓 不要讓他在市處流浪 如果是最後我們到收容中心 我們的錢貓有發現有晶片的部分 我們會依照動物保護法 去處罰市主的責任 注射晶片遠離民眾的捲貓走失的話 也比較好找回來 目前防疫最重要的就是 減少流浪捲貓的發生 經過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爭取 台東縣將為所有注射過狂犬病疫苗的犬隻 植入晶片 讓犬隻都有身份證明 日後萬一走失時 四主也可以順利的找回 為此動物防疫所也開始下鄉進行施打 希望民眾就是之前 家裡的狗貓已經打過狂犬病疫苗 那你們 麻煩民眾帶證件 跟家裡的狗 來到我們的注射站 植入晶片 跟領狂犬病疫苗的證明警牌 因為全貓的狂犬病疫苗是每年打一次 那今年度是102年度的警牌 台東縣的狂犬病疫苗 證明牌是長這個樣子 那也麻煩家裡的狗貓 如果還沒有打狂犬病疫苗的話 帶到我們的注射站來打疫苗 之前有打過狂犬病的疫苗嗎 有 那最近 就為什麼會帶來這邊製晶片 是聽到那個村長廣播 是 對 因為未來製晶片的話 對民眾也比較有保障 狗狗 對啊 對 對 沒怕有時候會放牠出去上庫這樣子 有時候會脫困 那你覺得這樣比較有保障 對對 有鐵三 都會遵造政府的那個 是 也有不少的民眾在村內聽到廣播之後 一大早趕緊來為家中的愛犬植入晶片 植入晶片 植入晶片不僅可以讓狗狗有了自己的身分 也預防萬一走失 可以讓牠找到回家的路 並且預防似主棄養 也可以達到掌握犬 14養數量的控管 也請四組盡早幫家中的愛犬植入晶片 不僅免費 又能夠預防愛犬走失 讓牠快樂的伴你左右 東彈宣傳部政府林婉貞 在東荷鄉的採訪報導